派出所门口停了一辆红色轿车 车上阿嬷慌慌张张 以跑百米的速度冲进派出所求救 阿嬷紧张的语无伦次 双脚不停跺地 她说车上的七个月孙子 吃了鸡蛋以后脸部红肿过敏 哭声越来越微弱 呼吸困难 开车送医路上又遇到塞车 爸爸赶紧开到派出所 请警方帮忙开道 原警立刻出动巡逻车开道 把原本14分钟的车程缩短到7分钟 幸好男婴治疗后已经平安出院 医师表示 婴幼儿弹过敏占了过敏比例的2% 通常会出现皮肤红疹或气喘症状 如果没有赶快处理 恐怕有危险 极少数的话可能也会引起 猴头的水肿 导致呼吸困难 他严重的甚至会血压降低就休克了 医师提醒家长 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容易对蛋白质过敏 刚开始吃蛋时不要一次吃太多 要先观察小孩的身体反应 最好等两岁以后 再给小孩吃虾子 隔离等有壳海鲜 或者花生等坚果类 一次可能很多 然后都一点点 对就是一餐可能五六种食材 但是都一点点 医师强调 由一旦过敏无法事前观察 家长如果发现小孩出现皮肤红疹 活动力变差 呼吸微弱的状况 还是要尽快就医 华氏新闻 卢氏新光海中报道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氏新闻